11月5号 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智能科技与未来产业发展分论坛在上海举行 论坛围绕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为代表的 战略性新型科技发展前沿 探讨通用人工智能 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等 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发展机遇与现实挑战 脑机接口作为当前脑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最活跃的研究方向 是极具代表性的跨学科创新型技术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蒲牧明向与会嘉宾 阐述了中国在脑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目标 脑科学是做什么的呢 脑科学的目标有三个 第一个我们要理解大脑的工作原理 大脑是怎么样复杂的网络 怎么样进行各种脑功能 另外我们希望能够模拟大脑 就是我们未来希望做内脑研究 希望对人工智能有所贡献 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保护到 我们希望大脑出毛病的时候 我们能够整治 脑机接口技术可绕开外周神经 在大脑与外部设备间建立直接连接 进行信息交换 是大脑与外界交互方式的关键 如何实时有效地将大脑意图转换为 控制外部设备的指令 是制约脑机接口技术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也是当今世界人工智能领域 亟待功课的问题 我们常常听到脑机接口 其实是有两方面 一片是我们用大脑解码 大脑的这个内部的信息 这个电活动 怎么样能够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解码 然后把这些解出来的这些信息 去控制外界的器件 我们说这个叫做脑控这个方向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怎么样控制大脑 说这样你要刺激什么位置 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功能 你就要对这个调控大脑的相关的 刚才讲的神经环路 这环路到底怎么通呢 你怎么样去刺激应该刺激的环路 这是脑科学的未解决的难题 有这样很多脑科学的工作 就是针对这两个重大的问题在做 蒲勿明表示 脑科学研究工作不单是基础理论的探索 也要从实际应用出发 切实解决脑疾病等社会需求 做的过程中我们将对这个 希望对这个脑疾病治疗 对内脑人工治疗有所贡献 那比如说现在脑疾接口 在这个医疗上的应用 像这个瘫痪的人 他想运动的 想这个操纵外面的器件的 他想拿什么东西 这些信息呢 可以用的转到机械手 让机械手来做这个工作 也可以用这个非侵入式的 这个刺激的模式改变大脑的状态 帮助学习 帮助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改变病态的时候 各种不正常的活动 能够用非侵入式的 这个外界的刺激 物理刺激 磁刺激来改变大脑的活动 我国在这个领域啊 最近也是进展非常顺素 感谢观看